哈喽大家好,我是君佩 圣道晚会活动在上个星期三毫无欲少 也没有任何的宣传在游戏中推出了 活动的内容我会在这套影片中给大家介绍 另外近日有消息说 班加罗尔的传家宝会因为特殊的原因 变成另外一种武器 还有开发者已经决认的重要未来游戏更动 我会在这套影片中跟大家解说以上的资讯 APEX片段的投稿仍然开放 投稿的方法在留言区里面可以看到 各位的投稿将会在影片的尾声播出 所以请看到影片的最后咯 现在我们开始吧 首先看看游戏中突然出现的活动 圣道晚会的活动在9月2号凌晨突然退出了 退出之前没有任何的宣传 这个活动是为时整个9月的活动 所以上次影片说的aftermarket活动 应该是官方赶不及做活动的造型 或者是传家宝 所以把这次圣道晚会先推出 让大家有新的内容玩的同时 也可以争取实践 把aftermarket的内容赶攻做好 但这个更动很有可能代表了 跨平台的推租 会跟aftermarket的活动一起推辞 如果没有推辞的话 应该还是15号 推辞的话就要看aftermarket活动 会在什么时候推出了 这次圣道晚会活动会有上次包含的现实模式 包括夜间玩者傻骨 武装威胁 生生死死 和假人的大日子 在活动第一天推出的时候 现实模式是假人的大日子 如果有幸玩过的玩家会发现 怎么才玩了一天 现实模式就不见了 其实是官方暂时停用了假人的大日子 原因是这个模式中出现了一个漏洞 在排队进游戏选择角色的画面中 如果没有选角色的话会让伺服器关闭 APEX可以出现的bug真的是越来越新奇 不管如何 Respon觉得为了玩家的体验和伺服器的稳定性 应该先把假人的大日子暂停 所以才有了模式只推出了一天这个事件 官方在星期五推出了一个更新去修正上面的漏洞 而且还有一下看到的改善 因为这些更动其实推出了很赶 所以更新日子都只有英文版 首先是改善了重新连线的功能 我自己很小断线跳游戏 所以这个更新无感 就是修复20传送门在某些地方会这种消失 这个bug虽然出现不多 但我也有试过一次 差点就因为传送门把我传到圈中就自己关掉而死了 所以这个更动我是非常的欢迎的 下一个是紫皮击倒盾终于修好了 下一次更新后击倒盾一直都没有什么作用 经常还没有破盾就直接被敌人打中身体急瞎 希望这修正真的是完全改善这个问题 然后是有些在地图上面看到的复活点在地图上面有 但跑过去却找不到的问题 也有在这次更新中修好 最后这里写着改善了收圈的机制 应该是继续改善收圈收到上上那些问题 除了一些官方放出的资料 其实更新中还有被数据外角家Structo找到的内容 内容是这个9月 圣诞晚会活动中将会出现的现实模式次序 以下是Structo翻出来的资料 其实之前也有另外一个次序 不过改完星期五的更新后 最新的次序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夜间王者 武装威胁 假人大日子 最后是生生死死 每个模式维持一个星期 夜间王者傻谷的特别技术 实时没有 不过在这个地图的呼楼阵还没有称掉 比较早开始玩APEX的朋友 可能已经有点想念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现实模式就让玩家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进去怀眠一下 想去的记得在这个星期多玩这个模式 下一个现实模式 武装威胁就是只有散弹枪和聚集枪的模式 而生生死死就是在每次收圈的时候 死掉的队友会复活 生生死死在上次推出后 有不小的玩家留下意见 开发者在看完他们的意见后 也认同这个模式 应该要把收圈的时间减小 和把这个模式的击倒变成直接死亡 也就是不用等别人收头 就会直接死掉 所以这也变相告诉我们 开发者的确有在聆听玩家的意见 最后活动的推出会在15号 带来上次声道晚会的造型 不过按照Sharkt所说 这些造型会以组合包的方式推出 以下是这些组合包的内容 只不值得买就看玩家们自己的想法了 感谢大家看到影片的这里 提醒一下记得帮我点个赞 把这个影片推占给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 每周推出的APEX影片哦 之后要说的是帮家的传家宝的消息 之前的影片已经有说过 游戏的数据中 暂时有提及的两个角色的传家宝 分别是腐蚀和帮家的传家宝 腐蚀的传家宝指望之锤 在上次的影片之后一直没有改变 这个传家宝的完成度比帮家的高 已经有腐蚀拿着他的角色卡片动作 预料还是会在aftermarket活动中推出 不过帮家的传家宝却被发现有更动 他的传家宝本来在游戏资料中叫tonfa 中文艺师大概是井棍之类的东西 这个内容被挖出来后 很多玩家都表达不猛 原因是这阵子世界各地的警报问题 让玩家们听到井棍这已经不想买了 现在帮家的传家宝在游戏中的资料 被biz12发现改成了类似匕首的武器 如果这个传家宝真的从井棍改成匕首 其实也未必代表是respawn对井报表态 可能只是怕出了井棍传家宝没人想买 毕竟APEX推出全家宝就是为了喜欢哪个角色的玩家 在游戏中花点钱赚点经费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护甲已经决认的未来改动 APEX第六季的护甲全部改成了进化甲 对游戏的发展我觉得习惯后其实没有什么必促 不过这却让人发现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 那就是打完后的每一次舔包都很麻烦 因为不能直接看到箱里面的指甲进度是不是比你的多 外国论坛Reddit的APEX英雄分区 有不小的玩家发文建议官方改善这个问题 现在游戏中如果自己的甲和箱中的甲等级相同 唯一证认哪件甲比较坏进化的方法 就是掉下自己的护甲 然后拿起商阵的护甲才能证认 这个举动既不方便 又让玩家经常要暴露在野外变成靶子 终于在其中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发文中 有开发者回应 在这个图片中看到APEX开发者Daniel Z.Clan的恢复 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功能快要实装了 因为开发者已经在最近把新的功能放到游戏中 改善的界面在下一个版本就会实装 但是如果要等到下一个更新才推出 也希望大家不要骂它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这个功能在游戏中的样子 将会是类似发文者做的图中了这样 可以看到每件甲还需要多少伤害才能进化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APEX新闻的总结 我自己觉得圣诞晚会的活动再次推出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过有现实模式玩一下总是好的 你们觉得这种活动每隔一段时间推出一次的话如何呢 一起在留言区里面讨论吧 这个频道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关于APEX的咨询影片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按这里支持一下 想要在我的影片推出的时候马上看到的话 可以点这个小铃铛 YouTube只会在我推出影片的时候通知你 这条影片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I have eyes on you What your enemy Splincidors 是 그런事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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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 say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感谢不是 I have eyes on the enemy I 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